你所不知道的圣诞故事 好久好久以前 在美国宾州的拿萨勒市 住了玛利亚与她的男朋友约瑟 玛利亚说自己是处女 要保持争操等待结婚 但其实她一直偷吃禁果 与她打得火热的 是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周小弟 当玛利亚发现 自己怀了周小弟的肿 她吓了一跳 只好硬着头皮乱掰 跟约瑟说天使在夜晚造访她 对她说她怀了上帝的儿子 为了不让玛利亚未婚生子 约瑟决定娶她为妻 婚礼之后 小两口搬到宾州的伯利恒市 要找一辆更大的露营车坐窝 玛利亚半途要分娩 在汽车旅馆休息一夜 但很不幸的查理心也住在同一间旅馆 她在为新电影做准备 把最后一个房间都订走了 小两口只好随机应变 到了24小时营业的大卖场 玛利亚在卖露营用品专区 生下了耶稣宝宝 很快的大家都听说了耶稣诞生的消息 从大老远到来朝拜 包括三位博学多文的红人 他们各自献上了礼物 不过多数的人没时间去理会新的旧主 他们比较关心的是 要赶快为自己买礼物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请不吝点赞订阅